在中东旅行真的是变化莫测 叙利亚又被空袭了 所以我们的中东旅旅可能要结束提前回国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Han 在伊拉克的北部库区 完了一个星期左右呢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首都巴格达 本来按照原本的计划呢 我们是在埃尔比勒坐飞机 前往我们环球旅行的下一个国家 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格 但是呢 因为大马士格的那个机场 前一个月呢 被炸了 然后修好过后呢 前几天呢又被炸了 所以呢 现在就没有飞机飞到大马士格了 还有再加上 因为就大家发了很多的消息给我嘛 就土耳其在轰炸那个伊拉克的北方 都让我早点离开 所以呢 我们在那边就完了一个星期 就赶紧再回到了这个首都巴格达 我们想的是 既然飞机飞不了 那我们就回到首都巴格达 坐那个大巴 然后再去到叙利亚 但是呢 我们最近因为有朋友在叙利亚嘛 然后他就给我们发视频 他就说最近 嗯 叙利亚天天有空袭 就是那个以色列的炮弹 就是在袭击大马士格的上空 每天那个 呃 那个拦截系统那个炮弹 就跟放烟花一样 每天晚上砰砰砰砰 所以我们就有点担心 会太危险 再加上 因为现在这个情形比较严峻嘛 所以呢 它的边境呢 插得会比较严格 我们还有一个担心 就是我们怕走陆路去到那边 走到一半过后 他们不让我们过境 就把我们遣返回来 所以那天更麻烦了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就想想我们接下来的行程 就跟逃难一样 到了库区 那个土耳其又在轰炸库区 然后到了 我们想去那个大马士格 但是呢 以色列又在空袭大马士格 现在这个时候 在中东旅游 真的是太不太偏了 我们就天天查各种消息 也查各种攻略 因为现在去到哪 都不是特别的方便 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呢 是在伊拉克玩完一个月过后呢 我们就去叙利亚 在叙利亚待半个月过后呢 就可以飞到迪拜跨年 然后回家过年了 但是按照现在这个情形 估计我们要提前回家了 这次出来呢 我们一共是玩了五个国家 对吧 两个月三个月不到 对 但是我们按照之前的想法 是应该是想玩七八个国家的 所以我们想了想 还是提前回家 就提前结束我们的环球旅行 也不像提前了 也差不多了 今年 我们是按照原本计划 我们是1月1号 1月2号回国 但是现在的话呢 我们也就提前半个月 对吧 提前半个月回国 意思就是接下来的那个 叙利亚就玩不了 哎 主要就是好可惜 我们还办了那个 因为我们出国的时候 没有直接办叙利亚的签证 所以呢 我们就是办了叙利亚的邀请函 那现在想想 那边太危险了 也不过去了 就很多人会说 那伊拉克那么危险 你们怎么 我肯定知道 肯定有人问 伊拉克那么危险 你们为什么去 但其实我们在伊拉 来伊拉克之前呢 我们查了很多资料的 就是我们觉得伊拉克现在是安全的 所以呢我们才来这里 然后我们每触发一个国家的之前呢 我们都会查阅很多资料 看当下那个国家的情形 我们才会决定要不要去的 所以但我们现在看 我觉得在叙利亚的目前是有一点危险的 所以呢我们就考虑了一下 就放弃了叙利亚这个行程 也可以等明年 明年局势稳定了过后 我们办法签证过后再去对吧 想想我们今年2月份出发环球旅行 到现在12月 10个月呢 嗯对 刚好10个月的时间 这10个月我们去了多少个国家一个 13个国家吧 13个 差不多吧 第一站也去了哪 第一站不就是泰国吗 然后老挝 然后还有柬埔寨 然后还有哪些地方 马来西亚 然后巴基斯坦 还有什么来的 巴基斯坦过后是哪一个国家来的 埃及 对 然后埃及 然后埃塞俄比亚 然后马达加斯加 然后就是这次出来的那个东欧三国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 黑山 波黑 还有就是土耳其 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但其实说真的啊 这10个月 我觉得我们最开心的 应该就是这个月在这里的 对吧 就是真正的在这里体会到的旅行的意义 不光就是看到好看的风景 打卡 然后也交到了很多 就是真心对待我们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出来见世面的意义了 你不要说 你说我看到 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说 我们飞到这里 我们看了一个好看的视频 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证明我来过这里呢 我觉得那也是他们作为旅行的意义 但是我觉得我的旅行意义就是 我走出去了 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我知道了很多的不同的历史 然后风俗文化 对吧 正好我们提前回去半个月 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因为像我们这种长期在外面旅行的 身体是真的很累 就是它的累呢 是那种说不出来的 就是让我就是住长时间的车 我也能接受 让我住的不怎么好 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最最接受不了 就是长时间吃不到我们中国的美食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回去呢 还是主动在于一点 就是吃 把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吃一下 对 所以想吃什么 想吃的是螺蛳粉 那要你去柳州吃个螺蛳粉吗 我是不吃 想吃螺蛳粉 想吃火锅 还要去东北 我们自家两三年都没去过东北 对 每次说去东北就因为疫情去不了 今年一定要去东北玩 去东北感激 对 东北 主要是我想去感受一下东北币 是不是特别好花 就他们说东北有自己一套货币 对吧 而且今年那个病学节 听说是规模最大的是吧 对 也可以去逛一逛 但是你也三四十度 没关系 你后衣服大袄子穿起来 到时候到东北 给我整一身花袄子 给你整一身军大衣 怎么样 东北标配 其实想想回国也还是很开心的 对 我们在国外这么长时间 出的最多的什么 汉堡炸鸡烤肉 这一个月我们两个吃 吃那个羊肉 感觉自己都吃出来羊上胃了 就想着回去改改改 改上伙食对吧 回去过后呢 我要特种兵旅行 每个城市呢 我都要去一下 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所在的城市打出来 然后把好吃的推荐给我 没准呢 我就去到了你们的城市 对吧 我们买了三天过后回国的机票 明天呢 我们去找一下水果大叔们 跟他们告个别 毕竟朋友一场 认识都是缘分 我觉得是要好好告个别 我觉得水果大叔他们一家 是我们在国外交到的最真心的朋友 其实其他的说在国外也遇到了一些很热心帮助我们的人 但是我觉得大叔他们一家呢 是真的把我们当家人的 我们在北方旅游的时候呢 他们就天天发消息问我们 问我们什么时候会不会回来 安不安全 而且他还问我们需不需要钱 他是真的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外面玩一样的 每天需好温暖的这样子问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是真心把我们当家人的 所以明天一定要好好的去告个别 接下来回国的一个月呢 我们也在国内拍拍国内的美食 拍拍国内的风景 带着大家一起欣赏 其实说真的 在外旅行一年的时间 我们还是很想见国内的私家生活的 特别是像之前那样子走走玩玩 所以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